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校友都是最杰志 企业界最愿意接纳的同学 高音大出门的话 我想每个企业家都非常的喜爱 离开学校那么久了 对社会上的经验 也许学了蛮多的 总是心理上还有一个欠缺 所以就选择南部最优秀的科技大学 工作上得一些比较没有调理的 经过学校的师长的教学 辅导 我们都得到一个很有刺激 很有调理的一个理论上 印证我们在工作上的一个经验 两个融合在一起 就是变成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个知识 当时会从事联盟或者保安品方面 这边的经验这样的一个领域 是基于当时我们又有不支付的一个生产经验 而且能够获得重要的一个生产的 其实技术上的一个领先 创造师不支付 应用在美中方面的重要的一个材料 公司对品质的执着用心 还有呢对消费者的需求 我们都能够掌控到关键的重要的颜色 所以说一推出马上获得我们各界的这些 美丽的女性朋友的喜爱 我们身上农村 看到很多的生活困顿的这些 连接也好村民也好 连行会有一种很难受的一个感觉 所以说会有一种将来创业 或者说能够有赚了一点钱 我们都会拿出来 是对这些弱势的我们都可以照顾 这是我们因为这样一个公益基金 会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模具是工业之母 那模具在70年代的需求量非常大 自己就从事模具工作 到今年已经有28年了 28年来累积了相当多的经验 当然这也要拜高雄公专那时候 学校所赋予我很多学术上的 理论上的还有基础上的 才能成就今天的一个事业 10年前我依然从传统产业模具 跨到生医 那当然这个行业跟那个行业 讲实在差异性真的非常大 我每天为了解这个人工牙根 枝牙的过程 我每天都跑到台北医学大学 然后去找那个牙医部的医师 这样不断地自我学习 自我磨练 然后再回来跟我的研发团队 来讨论我昨天在医师那边 得到的一个结果 最后才研发出我们台湾第一根 人工牙根 也符合全世界的人的使用 当然时代不一样 但是我想每一个人的目的 方向都一样 人家说十年某一件 树叶有专攻 你们现在就开始在学习 你们以后人生要走的大道 遇到很多学生 我也给他讲说 各位同学高硬大的校友 毕业已经有十万个 所以你们毕业以后 别忘了到外面去 要大声说出来 你是高雄应用科技大学 模具系的学生 一定会遇到相当多的 你的学长 学姐 贵人来帮助你 高硬大是在南部首七指的科技大学 也是台湾非常知名的大学 毕业的校友受到广大的企业界所使用 因为他们的工作认真 学习精神非常好 维持了非常良好的校风的延续 南六公司现在正在扩充中 希望我们校友有机会的话 都能够来加入我们团队 一起努力 一起奋斗 姐弟 学妹 你们在学校要用心 出社会有十万个校友 当你们的后盾 请你们安心 希望你们在学习的构成 一切顺利 一切平安 也希望你们用心 接的一棒 接一棒 棒棒 自强棒 我们把这个责任交给你们了 除外加入 改变 关聚的资产 到导臨 顶 eller